這事故是發生在109年2月24號晚上7點 當時我下班駕車回家 行車在進到我們家入口的時候 方向速度轉進來 車子轉進向道之後 找後方急車追撞 那個撞的力量其實也不大 我就問他說那你人有什麼樣 他看到我他先跟我道歉 然後跟我講說他急著要去那個 要去南投找朋友 不知道你這個怎麼樣 就不曉得我送你去醫院這樣 他都不必 我這邊是我這邊的問題 可是我覺得我是前車啊 你從後面追撞我 怎麼可能你都沒有 沒有罩折 然後一一的這樣就賴著我 我是很納悶沒有辦法理解 那次他就提出80萬的賠償金 裡面就又加了工作損失啊 又加了那個精神損失啊 雖然有提出診斷書 但事隔好久之後 另外再提出新的診斷書 證明所受傷害比原來診斷 證明更嚴重 那這種後面所提出更嚴重的傷害 是我可以做請求賠償依據 一個很重的觀察點 是在於說這個後面所受傷害 跟這個車禍必須有因果關係 仍然是由醫院做實質判斷 整個過程裏培怎麼樣 他應該是最清楚 最熟悉的 但是他的專業啊 所以我們會利用專業 來做這樣的事情 蠻痛的 很折磨啦 真的很折磨啦